我們現在來看這台富士的這台數位單眼EXR 這邊有寫它的型號 HX225 EXR 那它這台這個鏡頭 當然這是富士的原廠鏡 這邊你看24-720 然後它的這個電池 是一般的3號電池 我們剛剛已經先放了我們要用的 我們要測試的4顆進去 這邊有寫怎麼放 一般是3號電池 這都正常 正常可以使用 好 那鏡頭拉鏡給大家看一下 鏡頭保持著蠻好的 可以看一下 這個富士選 那我們打開這邊 這邊可以看一下 它的鏡頭蓋也在 拍照有拍照 它連在上面的 這邊你 這邊 你把它打開 這邊就打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個功能都正常 我們剛剛有先放一張記憶卡 它就一般的SD卡 你就放SD卡就可以了 你可以先 你看這拍攝功能 都正常 拍攝功能 那你要切換 也可以 你要切換 你要切換到那個 觀景窗模式也可以 這個是眼睛感應器 那它的這個 原本是日文的 它因為它有 它的這個語言 我們已經把它先轉換成繁體了 繁體這邊有寫 原本是日文 我們一樣用中文繁體 繁體的這個部分 然後基本上它這個功能都是正常可用 正常可用 那剛剛也有看到 你看它這個 拍攝功能 都是正常的 那你要切換 這邊有切換轉盤 切換轉盤 切換轉盤 切換轉盤都OK 好 那以上就是這台 富士EXR的這個 這個 這個視頻 謝謝